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Miracle对称KAK的第二局的下半场 这里Miracle是寄出了他们的招牌四母男 开局这里要找到的是 妹克 佣兵这里可能还没看见 可能还没看见足迹啊 看一看 看见佣兵追不追呢 感觉不是很想追 这个佣兵不想追啊 其实这套阵容的说话呢 突破点是前锋和大副 这两个点相对来说更好追一点 其他的佣兵和野人就别碰了 特别是野人 野人这个角色就是救下来以后 骑上猪就一脸蒙 好这边看见前锋了 存了差不多五六十点 猪丝能有一波三连 但是这个地方想要架前锋稍微有点难啊 直接是找了一圈 那么最后会找到这边的大副 大副提前拉开 没办法这个大副已经是一个最好抓的点了 最好抓的点了 应该是突破口 我们看一下大副的转点啊 他应该是不想要转点 想要在这里摇怀表 然后拖一会儿 这里先打一刀 没打中 怀表摇出来 刚才这大副的感觉是不想要交怀表的 那这里要靠左位骗一下 哎对 你以为我会翻这个窗 不可能 我左走右扭 来哎你出刀 这里屠夫也是很稳啊 这屠夫就想我等你二十秒 我等你二十秒 你这个修机这么慢 我等你二十秒 这是一个双弹大副啊 因为大副肯定会变成突破口 所以说他们也是让大副点出了一个双弹 这里再反向绕 我们注意到这边的这个蜘蛛是真的就不出刀 就是不出刀 他的蛛丝应该也是存了非常非常多啊 所以说这大副一旦是这个怀表时间一到 基本上两刀还是蛮快能带走的 大副也是很聪明 我就在这个地方溜 待会我吃一刀 我直接翻窗进去 哎你往前走啊 对往后走啊 往后走 对这样吃一刀呢 直接翻窗 但是可惜的就是 他这里前锋可能要撞一波 这里前锋拉球 撞 哎不让你有机会追我们的大副 翻出去 野猪也过来干扰 两台电机点掉 整体上面的节奏 虽然说好像看上去拖了蛮久 但是这个大副因为已经交掉了他所有的保命技能 这里是需要队友来进行一个干扰了 有闪现 应该闪现进去一刀 漂亮 我们看前锋的位置啊 前锋应该是就在附近 野人也在 两个人保驾护航 但是这边蜘蛛的丝很多 蜘蛛的丝很多 前锋可能一不小心 拉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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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里这一刀漂亮 这一刀回头刀真的是太帅了 太帅太帅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波第一波谁救啊 第一波谁救 电机的说话 因为还干扰到了这里傭兵的电机 傭兵应该是去补木地的大副的遗产机啊 虽然这遗产也只有一点点 这一把目前来看 这个大副的天赋 应该是把铁屁股点满的 可以看到这个血线伸得很慢啊 伸得很慢 这里也是让这个野人扛着 前锋的电机修完 对应该是要等前锋的电机修完 然后这边前锋可能也会过来 野人 野人 这里打一刀 救下来 再打 看带哪个地方去 拉开带走 这边大副是一定要带走的 因为要把这个电机腾出来啊 要把电机腾出来 遗产机是绝对不能好 这边是前锋过来了 前锋过来 让野人修最后一台 前锋这里来尽量的拖啊 前锋还有半颗球 还有半颗球 但是蜘蛛的丝很多啊 蜘蛛的丝很多 这个蜘蛛至少还有一百多点丝 就看这个前锋能拖多久了 能牵制多久啊 牵制到佣兵的电机修完 那么就够了啊 佣兵的电机修完就够了 撞漂亮 也是真的是拖了很久很久 然后还是没想到这前锋撞过来了 那这里前锋还有四分之一的球 可能还能干扰一波 佣兵的电机已经修完 最后的电机马上见底 这一把求生者 不愧是四猛男的始祖啊 打的是真的好 前锋过来 佣兵也过来 有点不太敢签 有点不太敢签 好 这里前锋过去补击 电机已经压好 佣兵救下来 这一把想要四跑 难度有点大 但是一面还是有的 一面还是有的 Miracle这边也是 反正先稳住 能拿一个三跑就可以啊 三跑的时候 他们在局数上面至少是 拉住了 这里的电机不太敢亮啊 这里大副应该是往里面一翻 好 等到佣兵的血线过半 直接亮啊 佣兵的血线过半 直接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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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亮了 亮了以后 大副往哪边跑 大副反向带 这里大副 如果能把大副秒了 还是有机会传送再留人的 因为这个蜘蛛肯定是点了 这个幽闭恐惧的 幽闭恐惧肯定是有的 所以说现在开门没那么快 大副倒了 门还在开 门还在开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差了一点点啊 那这样说话是一个三跑 双方比分是1比1打平 但是小分上面还是KAK领先